今天是2024年3月19日 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1291日 最近很多朋友都喜歡回鄉玩玩 大家都知道快必最喜歡看日本的時裝潮流、戶外旅遊等雜誌 每次回鄉都會買一、兩本給他 令他這個荔枝角潮流達人的形象更鞏固 亦令他沾沾自喜的指數不斷提高 這兩天見到探他的中童快必 就會拿著最新的日本時裝雜誌Fresh給他們看 說這件Trent Coat很漂亮 當然啦,Burberry來的嘛 他就跟中童研究究竟自己穿孖襟好看 還是單字一排樓好看呢? 自己也有一件Sara的兩三千元而已 沒有Burberry那麼貴 會不會買第二個顏色好些? 哎呀,又不知道又沒有二手的呢? 二手的漂亮不漂亮的? 這一連串的問題是他的煩惱 他說判多重坐多久都控制不了 選擇漂亮衣服好過啦 快必又跟中童說 上兩個月就看了很多普澤直樹的漫畫 Monster啦,20世紀少年,Pluto,危險調查院 全部都很好看 有視野和世界觀 近日就看了沉默的艦隊 陰陽眼見子和蒙面超人,胡家 都不錯呀 太多漫畫的誘惑 神學書、文學書、哲學書 這些反而看得慢了 快必說覺得自己一天的時間 實在太快也不夠勇 所以如果以為在冤獄時間很慢的人 以為很難捱 其實就不一定的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很慘、很苦 中日愁眉、苦臉 可以的話 快必都會盡量鼓勵這些同學 蒙面超人、古家 好看在哪裡呢? 快必說 都叫做有個可堪思考的故事 不只是在這裡打打打打怪獸那麼簡單 故事是說古文明世界有兩個族群 一個是人類 另一個是怪物 怪物族群之中有蒙面超人、古家 以及中段出場的阿極陀 在故事裡面 怪獸族群就以殺害人類為了 古家反而背棄了自己的族群 保護人類 與怪獸作戰 到了20世紀的日本 怪獸又出現 以殺人為了 原來怪獸族群 都會分不同的階段 以殺人為升等指標 而不同階級的怪獸 有時都會互相競爭 彼此受殺 怪獸世界中有不同的族群 彼此為敵 怪獸越講越興奮 和沒看過這套漫畫的中童 解釋這套漫畫 好像有些東西想說 例如種族、身份、身份流動、世界主義、大同理想 John Lennon、We are the world 那些 怪獸又繼續說這個古家 原來到了20世紀 古家找了一個人 附身是一個樂天派的左膠青年 他喜歡遊歷世界 周遊列各式不同的朋友 他的口頭善是 保護全世界人的笑容 一種地球村、世界主義、普世價值 看漫畫而已 這樣也要有這麼多東西說 是的 我們看Barbie的電影就知道了 現在什麼都要好像 懶是言之有物才行 講漫畫 快必都是龍珠迷來的 過年的時候 他才教過朋友 在家玩尋找七粒龍珠的遊戲 即是如果有親友來家拜年 預先就在那裡收了七粒橙或金 叫他們慢慢找 想不到鳥山明這麼快又走了 生離死別在船上特別容易感觸 快必說記得忌廉走了兩年 明天是忌廉離開的日子 他說如果父母親友離世 是坐冤獄的最大遺憾 因為見不到自親的最後一面 他自己都是白頭人送金頭人禍 因為忌廉是金毛沉迴犬 他仍然記掛著忌廉 忌廉的骨灰仍然在家 等快必落船之後 他會帶忌廉去大海 天氣炸暖還寒忽冷忽熱 特別是這陣子濕度高 快必說睡得不一般 通常晚上10時睡3-4時起床 睡5-6小時 之前機械人窩衣 每晚都會執勤 半夜走來走去 盡忠職手吵冤 來保護他們船上各人的安全 可能工作太辛苦 窩衣最近放大架 快必說收到三月初的入去給他的信 不過我們這幾天還未收到他回覆大家的信 我們多給點耐性吧 但他就說收到妹妹和兩國外生女的信 因為他們每星期都會寄一兩封信給他 世外生女有封信畫了一顆紅色很漂亮的士多啤梨 今次畫了一個籃球 他之前跟外生女說 中童女探望他的髮型 說他的髮型像青口 打開兩片的殼蓋著頭 外生女知道後就叫他改髮型 因為他父母很喜歡吃青口 看到這些可愛的信快 必說開心了一個下午 快必跟中童還有30秒結束時 碰到一位同學的親友探訪 看到快必指著他的頭 隔著玻璃窗做口形 告訴他他的髮型長了 真是好像版本龍一 快必聽到後鬼那麼開心 沒錯他在船上少少東西都可以很開心 例如聽聽鬼故 看漫畫和收到大家的信 說這麼快又快要復活節了 如果你還未寫信給快必或其他船員的話 是時候的起心肝 不要難不要害羞 賺時間買張漂亮的復活節卡寄給快必或其他船員 收到你們的信或卡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寫開信的朋友 一有時間就請繼續寫信 甚至於很久沒寫信的朋友 快點加入不友行列 更新更新自己的近況 不過提醒一下 寫信記卡記住不可以有閃粉 不可以有貼紙 不可以有釘書釘 也不可以是3D突出來的那種 但燙金燙銀就OK的 來信請記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